我是寒露 我不是小郭 事是这样的事 我呢过几天要开这个哈佛的猛龙去拍寒露游记 整个过程稍微有点苦 所以得存在着车辆的轻微感 包括整备这样的工作 但是呢与此同时 我还在准备一个去野的小节目 是去干饭盆 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里面的 这个叫什么干饭盆百目大来进行探秘 两个项目同时并行 我就拉崩了 因为两边都需要准备车辆 所以呢我就邀请了我们公司 同样比较喜欢玩越野的小郭 来帮我去整备哈佛的猛龙这辆车 你也别在镜头后面站着了 兄弟那块是两块对吧 他节目他跟后面站着 是这样小朋友 就是说我把我需求跟你说了 然后你可以正好拍个节目 给大家讲讲你的想法 然后我就去忙我的好吧 然后这一趟我寒露游记的需求 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轻微的托底 比如说有些碎石之类的 月胎肯定得换 然后我现在观察到 它那个后窗是透亮的 后备箱的三个窗 我得贴的深一点的膜 避免被人砸剥离 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叶川的场景 然后可能会存在一些轻微的涉水的场景 然后包括底盘的护板 这些方面你看看强化强化 基本上也就是这些的需求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行 那我就去忙别的 你忙你的 你给大家正好讲讲你的思路跟逻辑 反正我大概能了解 可以 我给大家讲就行 OK 朋友们 等会 韩哥 这车改装前谁出 那能是你出我出 那供款出 那就行 那就行 我们现在老是说 我里面这个衣服太爆了 所以我换一个防晒衣给大家聊 车展的时候看到猛龙了 但是哈佛展台实在是人太多了 就没拍上 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去看猛龙 这台车作为一个汽车家户外博主 还是非常喜欢的 为啥呢 因为它定位的是青月野新能源 SOV 首先它是外观尺寸是一个硬派的造型 就是方方正正的 有小位似的感觉 大灯还是圆的 这种复古元素就让我们 对吧 特别适合户外场景 你想 你开这台车出去露营的时候 整个场景就特别搭 你要换一个白的或者是红的SOV 那就不太搭 对不对 同时呢 新能源属性是我非常非常在乎的点 这台车配了27.5度的电池 纯电续航 有145公里AEDC工矿 那意味着你平常开这台车的时候 在城市里你就可以完全用电了 这是一件很香的事情 因为用电便宜啊 并且我们公司马上就要装充电桩了 那以后如果我们真买一台猛龙 当做工作车 那也是里外里给公司省钱了 有了个大电池 也意味着它具备了3.3000瓦的 逆放电输出 那这趟韩哥去拍游记 对吧 路上肯定没有地方吃饭 那也得在野外做饭 野外做饭最大的问题就是防火安全 很多地方都是完全禁止明火的 那3.3000瓦的外放电 你用最大功率的电磁炉 电烤箱 甚至一些电烤盘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户外用电做饭 这事真的很香 并且我们各种无人机啊 各种设备的充电 靠它这个一切就在那都充了 这事真的很爽 那我们究竟要改什么 那韩哥也提到了这趟线路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跟大家说 改越野车第一点就是改轮胎 原厂的高配车型配的是一个245519寸的轮胎 原厂是个HT的胎 这个型号说实话 大厂的AT胎确实没有 你想要K2啊 或者是顾不AT3啊 这些都没有 但是我也能明白 因为现在很多定位新能源的轻越SOV 它还是偏向一个低功耗 不会用一个太宽的胎 那这个尺寸你也是能买到AT胎的 只不过是小厂的 也够用了 五个轮子 包括备胎的AT胎 必须给韩哥配上 那AT胎一方面是增强它的抓地性 增强它突破越野障碍的能力 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就可以防止爆胎 防止刮胎 对吧 你就少换胎 拍邮记的时候 换胎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而且平常韩哥也不换 都小锅帮着换 第一步是改轮胎 第二步就是升级底盘 猛龙定位的是青越野SUV 它并不是大梁的鹰牌越野车 所以这台车你要想去做升高的话 它的悬架结构成本是比较高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你如果动了它的悬架 会改变整个原厂状态下的平衡 那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我们改车还是基于一个原厂平衡的状态 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 为了增强它的通过性 以及它的稳定性 我们给它做底盘护板 那底盘护板最重要的就是这台车的接近角 目前原厂车速车这个接近角的这款护板 是一个塑料的护板 我们直接把前面做成一个铝美合金的斜护板 好处就是当你遇到一些较高的障碍 你稍微蹭一下你完全不心疼 即使走到一些沙地的时候 你也可以这样推着沙子走 对于车的保障就很多了 那因为它是有发动机和电池的 所以在发动机油底壳的位置 以及前电机的位置 我们再给它改装一块整套的铝美合金护板 把核心的部件完全配上 第三个护板放在哪 因为这是一款新能源的越野SUV 它的后面是有很多线数的 所以我们还要单加一块护板 把它的线数去保护好 而第四块很多人容易忽略 就是它的油箱 它的油箱下面再加一块护板 那你整个车辆对于底盘防碰 以及防单的能力就会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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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增强 所以护板非常非常的重要 还有一个大家肯定会问 那你为什么不改一个副油箱呢 这台车满油满电的续航有990公里 这个穿越续航能力完全就够了 根本不需要改副油箱 因为很多硬派越野车 你加满油也就跑四五百公里 原厂就排990 再也不用改副油箱了 AT胎底盘护板都安排上了 那这台车还有原厂的后桥差速锁 所以理论上它的通过性和稳定性 我们现在心里就有数了 那接下来是增加它的什么能力呢 就是承载性和拓展性 原厂的行李架导轨特别的长 同时它这个固定的这个力度也很可以 承载能力是很高的 我们准备给它放一个瓶框 瓶框的好处就是方便你装很多拓展件 相比这种框的好处呢 拓展性大大增强了 除了放一些比如说防沙板等拖困工具以外 因为这趟寒流机涉及到夜川 我们准备给它的四周全部放上摄灯 往前的射灯很重要 过去我们团队一般做往前的射灯 我们做的都是普通的白光 但是这次也发现了就是为了你的穿透性更强 尤其雾天雨天的穿透性更强 我们准备把前面这个射灯直接变成黄光 那穿透性就会大大的增强 而侧面用的还是白光作为一个侧向的光源补充 比如说你在穿越野外的时候 对吧 侧边来了一个野生动物 那你有侧光的时候 摄像老师卡就能拍照了 而车尾其实它的补光要求不会很高 所以车尾我准备装两个小灯作为补光也行了 主要还是比较危险的路 大家倒车的时候有一个更强的补光 提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装射灯装的都是快拆件 因为射灯是没有办法在公路上使用的 快拆件的好处就是我下到非部装路面 我直接在装上 装上用完以后到了公路 我再把它很快的拆下来就很方便 另外大家也会问到 那新能源的车它的射灯的线连接在哪呢 其实你都可以 你可以通过车内的大电池连接 也可以通过它的12伏电池连接 其实都是可以的 但是为了更加的稳定性 我们这次还是选择连接它的12伏电源 还有一点韩老师非常在乎 就是玻璃膜 韩哥算是说这两年拍邮记 对吧 都把自己晒的缺黑缺黑的 但是韩哥也是非常怕晒的 所以在前挡方玻璃和主副架侧面的玻璃 我们尽量给它放一个防紫外线的膜 但是一定要保证它的透明度 不然夜窗很危险 有时间就换啊 没时间就不给它贴了 而后排可以贴一个稍微深色一点的膜 保证后排可能会有女编导啊之类的 它们更加怕晒 后备箱特别的重要 后备箱会放一个尽量透明度比较低的黑膜 因为这个后备箱你这么透过一看 是能看见后备箱的设备的 我们后备箱经常拉一些比较贵重的摄影器材 所以后备箱一定保证它的一个隐私性 尾部也保证它的一个隐私性 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原厂这个备胎如果我们换成AT胎以后 那整个车门负载的重量就会更大 但好处就是猛龙它这个固定点还是挺结实的 这个固定点我们就不需要进一步加强了 给它换一个同尺寸的AT胎就可以了 如果说现在猛龙的速车状态给80分 相信我们改装完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90分的外观了 到时候你在大街上开 那回头率就嘎嘎嘎 是不是 而且作为一个露营人 我后期也会开着这台车去露营 因为这台车它第二排座椅放倒以后 能形成近乎一张床 那你想想它是个新能源清越野SUV 你在车里面躺着吹电空调 是一个非常爽的事情 再拓展一个车尾章 那就是户外电空调一试一听 这不就有了吗 那我也不知道这趟寒陆游记 寒哥到底带不带小果 不带也没关系 毕竟花公司的钱改心爱的车 这是个贼爽的事情 大家期待一下猛龙的升级效果